中文字幕 李宗盛 暫時可見應該是這形式 這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一個特色 五輪塔 你去日本 你看見寺院 如果墓地是用這個本 那個一定是跟真言宗有關的 因為他們分得很清楚 不同中派 他們就會用不同本式的墓 用得這個五輪塔 一定是真言宗的 就是密宗的一個塔 這兩位是很特別的 是日本真言宗 傳回來中國 唯一一個不斷的 在二十年代回來 唯一一個沒有斷過到現在的 就是香港這一條 香港的組織就是這位 黎月珍大柯犀利 和張延民大柯犀利 當時大柯犀利 三七年來 現在已經在這裏 已經在這裏做 現在是一三七年的本 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只是家葬了 家葬了 家葬了 即是 後來四八年 張延民大柯犀利 過身的時候 就葬在這裏 那你會發覺 這個第一就是一個 其實不是純日本 因為主要是紫尼鎂 而日本 就紫尼鎂 這個叫五輪鎂 由下面舉重是 肥水口空空 五輪 那些凡字 所以你看到這個塔 就證明它是真言宗 但下面這一鎂 其實就是現代化的 一些模式來的 當然除了這幾件 這幾件 其實是法器來的 是真言宗 不過那個應該 因為有人出入 這四條斷了 其實應該跟這個一樣的 跟這個一樣 就這樣 就有些 有現代和日式幾樣東西 拼在一起的一個 一個墓 那這裏是它 就是一個 宗教領袖的一個墓地 那也是 但是後來那些 已經是 就是地方等等 已經是墓了 所以他們都只是一個 很小的墓 甚至是在骨頭 所以香港有一個 這個也是 特色的 只有它就沒有了 沒有其他 這個 大家順便做 也都 帶大家來的 何博士剛剛做了一個 很仔細的 關於真言宗的研究 那本書是不是 就是一月出的 一月出的 所以大家在商務可以問 是他兩位的聯手 有幾多重要的資料 在裏面 因為在裏面 和他看了 那些聯尺 他們手寫的手寶等等 基本上 就拿了入書 這個 因為他是 第一手資料 第一手資料 直接去到 鐵 在居士林 那裏 即是大坑 來德川 下來 轉彎位 那兩座 就是居士林 那他的特別是在 唐朝 我們就失傳了 在真言宗 在唐朝 失傳的 那只不過就是 當時就傳了去日本 那一路都沒有斷過 一路到現在 在日本來講 都是佛教來講 是第二大公盃 除了正土真宗之外 就是真言宗 那 那去到一九二零年代 那這一套物法 就傳回來 中國 那當時有幾個人 去 去將這套物法 帶回來 那但是因為他們 全部都在大陸 是只有一條在香港 就是我們這裡 香港這一條 那基本上 大陸那些全部斷了 回來都沒有用 都維持不到 是只有一些 即是香港真言宗 都維持得到 那所以 他講的歷史 雖然是廣告一百年前的 但是其實他是上接一千二百年前的 因為我們中國的物宗 在一千二年之前 已經自己存在好了 因為要很講緣分 又遇上打仗 很多種原因 總之中國很短暫出現過 那所以 在百幾年前 在日本拿回來之後 那 但是也都 只有香港一條可以補達到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歷史 那這個 就是兩位祖師 就是在這裏 而且 這位 張阿瑟尼 其實也都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歷史上第一位女性 得到這個身份 有這個資格 可以將這個物法傳出去的 女阿瑟尼 還有 他在香港 第一 那幾間佛教學校 其實都是他創造的 1912年 第一間佛教職業女學校 那一路去到 就是 頭那三間都是他 第四間才去到 東連各年的補國學校 所以這個 你看到 他是一個很有 那個思想很前衛 在當年來講 女性 拋頭露面 做社會事業 在當時來講 除非你是修女 又是 否則來講 是一個很 你不應該出來 你應該在家裡 的一個年代 他已經出來 辦學 那些女生 有機會 讀書識字 將來可以求生 社會 不用讓別人去 就是 命運可以改變 簡單來說 所以這個 都值得介紹給大家知道 兩位大公司 每年清明 從來都有 就是 發制 所以 從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